海外的香港民运人士罗冠聪宣布申请英国政治庇护 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在记者会上言辞批评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 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干涉香港司法 出于政治目的包庇违法犯罪分子 不管反中乱港分子如何祈求外部庇护 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彻底失败 面对中方的言论 罗冠聪在脸书上回应 个人的成功或失败 双手沾满鲜血的政权 有权定义吗 极权只会落得一臭万年的骂名 那么其实罗冠聪早已表示 他已是国安法下的通缉犯 日后若要继续领香港护照 就必须进入中国大使馆办理 这犹如是自动送终 所以他决定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尽管如此 罗冠聪强调 无论身在何方 他永远都不会放弃香港人的身份 会持续与手足 守护香港的文化以及价值